大家好,欢迎来到设计思考入门课程 首先我会在课程的一开始跟大家说明 这一门设计思考线上课程是一个为期五周的线上课程 因为跟台大的设计思考课程一样都会由教练 带着大家一起走过设计思考的流程 所以这个课程的影片也会由我跟几位教练 跟大家共同授课 设计思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流程、方法 这一门课我们会使用使用者的角度来鼓励大家 思考一下这个产品使用者他实际上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一些问题的背后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更希望你们用团队合作的力量 来学会跟大家沟通、聆听他人的意见 了解使用者真正面临到的挑战跟困难 更如何建筑想法在别人之上 共同去创造更多的想象 那当然更重要的 我们希望你的想法最后可以实践出来 所以我们会鼓励大家实作 利用这些雏形体现你们在提案过程中想要解决到的问题 是否如期的可以被解决 那当然设计思考这个程序是不会停的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想法去制作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了解之后 你还要回过头去看看使用者的使用状况 问题是不是真的有被解决 你有没有把问题看错 你有没有忽略掉使用者的某些细节 有没有提出不适当的解决方案 在这样持续的不断尝试一直到问题收敛为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门课会学到的东西 这一门课它适合任何领域的学生 不管你是工程背景 你是人文社科背景 政治法律背景 或者是你是艺术美学相关背景的学生 都非常合适 主要是因为你的人生中 永远都要解决非常多的问题 小到生活作息安排时间规划 大到解决城市的生态危机 人口集中 人口老化 交通拥挤等等 这些问题都必须要被解决 所以设计思考很适合所有人来学习 我们课程的内容着重在流程的实践 我们会省略很艰深的理论 也没有很复杂的数学 但我们非常强调是 你在实践这个流程过程中的反思 还有你的学习 在修这一门课之前 你要先确定几件事情 第一 你有没有足够大的勇气告诉自己 你可以解决你想要面对的问题 你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你必须要很有勇气地告诉自己 我可以 第二 你是不是接触过设计思考 如果你之前已经有修过设计思考相关的课程或培训 那这一门课程可能不是非常适合你 我们鼓励你如果你想要进一步地了解设计思考 你可以来选修台大的设计思考教练人才培训课程 或者是阅读阿发 team所撰写的设计思考教练手册 如果你对设计思考只听过完全没有接触过 很想了解 那恭喜你 这一门课就是你第一次接触设计思考最好的选择 然而设计思考的教学 通常是工作方 实作 两者同步的进行 每听完一小段讲课 教练就会带着学员们 在现场一起实作 实践在课堂上讲的一些些想法跟理念 所以过程是教练跟学员来回互动频繁的学习方式 至于要怎么样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变成是线上的教学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 当然这也是个挑战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或结束 有任何问题或回馈 请你务必要相对应的回答 也欢迎你到我们的脸书社团留言或私讯 因为这一门课程将会因为你的回馈跟建议 让我们可以持续修正课程的执行方式 问题的内容 让影片不断地更新 不断地调整 让它变成更适合大家在线上学习的设计思考课程 同时我们也会在不定期的时间举办线下的实体活动 来让大家不只单纯地看影片 而是有机会和其他一起对设计思考有兴趣的学习者 或是对设计思考已经比较有专业的专家 面对面交流 进行设计思考程序的讨论 或者是问题实践跟解决问题的探讨 那讲到这边 约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门课程 设计思考是我们创新设计学院 授课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 我们把设计思考定为我们最核心的课程 由设计思考出发 配合各学院的领域知识去解决各个领域所需要的问题 那创新设计学院对大家来说相对比较陌生的学院 所以创新设计学院整体的组织架构跟课程的执行方式 我约略介绍一下 台大共有11个专业的学院 这一些学院带着大家往不同领域的深度去学习 去了解 甚至去做研发 现实生活中 问题的呈现通常是非常的跨领域 一个看起来似乎是医学的问题 很有可能接触到的工程资讯 商管 一个看起来非常人文领域的课程 可能触碰到了心理 资讯 工程 社会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探讨这些问题实际样貌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专业到某一个程度 势必是要跟其他人合作 我们要了解合作的频繁越高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就越大 也就是说当科技进步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如何合作 我们要听得懂 对方所讲出来的话 所以我们要懂一点点的程式 我们要懂一些些的逻辑 我们要约略了解工程的人 他们所陈述问题的过程跟逻辑 我们也要约略了解人文社科的人 他们在探索问题中 所可能看到的深度 跟他们呈现的方式 如果每个人都只懂一些些 一部分的话 那这样的合作就相对比较不会有深度 所以在台大我们执行的方式是 我们还是期许所有的学生 在各个学科的领域深度去努力地学习 然后来创新设计学院了解如何跟人家合作 了解如何跟人家共同提案 了解在这个问题中 如何放下自己专业的成见去聆听别人的建议 那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 我们认为建构这样的环境 是在台大的校园内 那也是一个必要的程序 设计思考就是我们建构 这样环境的第一门课程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比较少有机会去做主动式的思考 也比较少有机会 能够勇敢地提出他的想象 更重要的是 更少有机会能够把他的想象 去实践成为一个可能可行的方案 我们认为要让学生站出来 解决问题面对问题 大家才会了解 问题的解决过程 跟自己学习的落差 藉由这些问题的探索 回到自己的母系 自己的原单位 去做学术上的更深入的探讨 我们希望藉由设计思考 让大家多看 多体验 提出问题 挑战现况 实践它 做个愿意挑战现况 而且愿意提出问题 勇敢面对问题的新世代 你准备好了吗 一起加入这趟设计思考的学习之旅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